各位嘉賓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歡迎大家來到首屆華盛頓國際賀賞節 我是主持人徐倩 我來自於中國的南海蜘蛛美麗的小城珠海 非常有幸的這一次來參加到華盛頓的首屆國際賀賞節 來到這裡認識了很多的新老朋友 當半年前孫念濤老師跟我聊起 華盛頓國際賀賞節這個構想的時候 它就像一種子正在我們的心裡 等到今天它終於開出美麗的花朵 我對此在腦海中營繞著四個字 終於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那就是夢想成真 這是我第三次來到華盛頓 在過去的幾次都是在風水交加的世界 而這一次讓我也耳無一心 今天是這裡的草長音飛和音飛燕舞的這樣一個春光四季的景色 華盛頓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美麗也具有魅力的一個城市 那麼如果在這樣一個具有魅力的美麗的城市 如果我們再來一起歌唱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完美 那麼今天呢讓我們就非常的期待著去開啟這一次完美的合唱之語吧 首先呢請允許我介紹擔任本次合唱節的思維大師級的部位 他們是請他們首先有請他們入席 好 大家的掌聲非常地熱烈 我也很感謝 那麼首先呢請允許我介紹一下 那麼第一位評委是來自於中國的陳光輝先生 他是世界合唱理事會的理事 中國合唱協會的副理事長 以及中國著名的指揮家 並且他擔任本次華盛頓國際合唱節的藝術總監 第二位美國的George Mason大學的合唱研究部主任 以及音樂教授 美國的著名指揮家 Dr. Sam & Briston Thank you 美國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印第安法州鮑爾州立大學院樂學院中生教授 國師生導師 中美老師 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 中國合唱協會常用理事 貴州省合唱協會理事長 石恩醫先生 音樂應當是使人類的精神爆發出美麗的火花 這是著名的音樂家貴州分所說 那麼我們也相信今天來到這裡的都是音樂的愛好者 我們也非常非常的期待能夠在這樣的一個舞台 與我們的世界友人們搭建起一個友誼的橋樑 那麼首先第一個出場的呢 是來自於華盛頓的華盛頓男生合唱團 這個一般成立於2014年的8月 那麼是一批居住在華盛頓大華府地區的音樂愛好者自願 組成的也是首創的純男生的這樣的華人和唱團體 那麼他們憑藉著對歌唱的愛好大家組到了一起 華盛頓男生和唱團呢 今天他為我們帶來三首作品 分別是《滿江紅》 《在藍色的月光下》 以及《古老的歌》 那麼這三首作品分別代表著 我們的中國的古曲 還有我們現代作品的改編 以及非常經典的合唱的民謠改編的這樣的一個藝術作品 那麼我看到在這裡有一些國際的有人 其實是為了你們也介紹一下 所以第一首歌唱會是華盛頓的歌曲 是華盛頓男生的歌曲 他們會帶來三首作品 第一首作品是《河大人的歌曲》 這是很古的歌曲 是古文字的歌曲 是古文字的歌曲 第二首作品是《新疆風格》 是《新疆風格》 第三首作品是古文字的歌曲 是古文字的歌曲 所以我們要享受 請合唱團走上舞台 下面有請指揮李春風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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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重现过 我已经重现过 这是我熟悉歌 祖祖辈辈唱歌 这是我熟悉歌 依然在乡土上流转转 这是我熟悉歌 我最期待的流转 这是我熟悉歌 我已经重现过 我已经重现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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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命啊 至少要开花 至少要开拓健库 开拓健库 感谢观看